主持人的名字 崇利主、这是印帝安纸州 基夫讙维尔伯林·汉婉堂的 药塞巴林汉弟兄 이야기를聚集第一期的信 这是药塞巴林汉弟兄 我们在圣经中度过了我们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教导、奉献和启示 没有什么比辞带上听到神的声音更重要 这个信息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切 这个信息让我们完全满足 唯一能够解学我们的灵魂的就是聆听神通过他的先知对我们说话 每一天,神都给我们更多关于他自己和我们自己的启示 更深层次的保证 通过按摩放制,我们正在聆听神的道 而且正在按照他的吩咐去做 我们是神的样子 如果我们能带领自己 他必须有一个领袖 圣灵 将我们引向神自己那里 而神的声音 在池带上 说出了无误的道 我们不是偶然一起听这个信息 我们不是偶然一起听这个信息 而祂带给了我们坚定的信心 让我们坚持 并相信每一道道 为何我们认为 所有自称神的新良的人 听道音带 是如此重要呢? 这道道 清楚地告诉我们 圣经本身是由先师写成的 那并不是他们的想法 并不是他们的导emas 不就是他们不在他们的想法 不是他们的想法 但宫etter 但是圣灵 也指的是他 圣经也告诉我们 圣经也指导者 神向他的先知 启示了他的道之前 任何事都不会做 其他人可以说这个道 或者宣认这个道 但他们只能说 神的先知已经说过 如果你相信威廉、玛丽安、巴林汉 是神的第七位天使使者 这样 他在录音带上所说的话 就不是来自他的话 而是神自己表达的思想 你将永恒的归宿安息 在巴林汉帝兄在录音带上所说的每一句话上 因为你相信 这是主而辞述 不能增加 亦都不需要解释 是人子 通过选择的人 说话 来实现他的道 是 亲近的新娘 知道听到这样的大语的重要性 对于我们来说 词带是主要的 而所有其他事工 都是词遥 每一个人都必须 问一问自己 他们都永恒目的地 是否取决于相信 神先知所说的每一句话 如果我相信 这是神的声音在说话 并并拂换他的新娘 如果我相信 这是神的声音在说话 并召唤祂的声音 没有任何东西 比我更重要 而更重要 因为我将受到 神的先知所说的每一句话 所说的每一句话 所说的每一句话 所说的 而不是某些人所说的 神的先知所说的 而不是某些人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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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先知所说的话 如果你认为 你需要的 不仅仅是录音 那对你来说 把重点放在听录音带上 并不重要 而是更重视时工 也只能有一个专业 当我们在这个星期日 听录音带的时候 神会亲自对我们说话 告诉我们 我们拥有永生的合法 我们拥有阿当和夏娃失去的一切 他将以启示的形式 带给我们 并以证明的方式 从神的手中 带给我们 然后神会告诉我们 天堂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耶稣自己如何 把这本书 撕下封印 然后将他交给 他选择的先知 并告诉他 将这个信息交给他的新娘 谈明关于 呼喊 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名字 在高人生命冊上的时候 地上和天堂的一切 都会听到我们的呼喊 和尖叫 和尖叫 天堂 天堂 呼喊 哈利路亚 受高者 力量 荣耀 显然 还有一直站在那个位置的老若寒 我们的弟兄 叫喊 为什么呢 他这么说 天上的一切 地上的一切 天堂 海里的一切 都听到他 的哭道 阿们 阿们 祝福 荣耀 偉大 和力量 都归于 你会听到这一切 永生的主 约失的弟兄继续 你会在哪里 可以听到这个伟大的启示 紧紧在辞带上面 当新娘听到神亲自通过 人的嘴唇 说话 并告诉他们 你会知道 你是我的甜新新娘的时候 这一个对新郎来说 是很特别的 在杰伏训委义时间 星期日下午十二点 安下博方祭 来坐在圣灵的面前 因为我们听到 神的第七位天使使者大来 七个教会时代 或七人之间的奸拉 我们会在归音大编号 归声唱话 03172 我们会欢呼大叫 说哈利路啊 预设巴林汉帝庆 为聆听声色 准备预读的经文有 尼未记 二十五章 四十七至五十五节 耶利美书 三十二章 一至十五节 撒加利亚书 三章八至九节 撒加利亚书 三章八至九节 撒加利亚书 第四章十节 罗马书 八章二二至十三节 二佛所书 一章十三至十四节 二佛所书 四章三十节 启示录第一章十二至十八节 启示录第五章全章 启示录第十一章 一至七节 启示录第十一章 十八节 启示录第十一章 十八节 直到下次 大喊大喊 哈利路亚 阿们 神赐福你